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绿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与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水是最好的药 一个震惊世界的医学发现 很多疾病的病因往往都是因为身体缺水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不喝水不行的 我们病的时候妈妈都说多喝点水吧 那究竟为什么水可以治疗病呢 是谁发现的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能口渴的 我们饿可以饿下的 但是当然喝水就一定要有水的 就算断食也好 是不是 他都会喝水的 是啊 所以大家知道水是生命之源 没有水不行 但是另外我刚才所说 原来最近有一个发现 是水是能够用很多病的 反而是最好的药物的 那到底这个发现是什么时候发现呢 是谁发现呢 大家都听过就是伊朗 伊朗以前是一个王族的统治的国家 然后被民众推翻了伊朗的帝王制度 当时有很多贵族 其中有一位是一位西伊 他的名字叫Dr.Batmanjali 他也是因为他的背景是一个贵族的背景 虽然自己是一个西伊 他都被捉了到监房里 等处死 差不多是这样的了 在监狱里面 他作为一个西伊 都是等判决的时间 他都是要做一些处理囚犯的病 他就用西伊角度去医病 有一次他就遇到一个囚犯 有很严重的胃痛 痛到剪腾剪脊 他用了当时的西若去医病 反而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他就记得了 原来他在英国医学院读书的时候 曾经有位教授说出来 其实我们可以喝水也可以 如果那些人因为胃困痒、胃痛 然后他喝几杯水就可以了 既然他手上的药没有用 他不如就试试叫囚犯喝水 于是他就叫囚犯 连喝三杯暖水 一个小时之后 囚犯就完全没有了 好像好人一样 好神奇 他就觉得 咦?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为什么要这么喝水? 那些西若都全部没用 当时一个小时就已经变成了 于是他就叫囚犯 继续喝水喝水 他整个胃困痒的问题 就全部控制了 他好奇开始研究了 到底水和病的原因 那么他就在医学文系 就一直研究很多材料 尤其是在医学物理方面 就是医学物理方面 就不是科技那方面 在医疗物理学那里 就开始用那个研究了 他发现原来很多很多的资料 都是原来水是可以医病的 那么他最后就用他的囚犯 就继续用他用水的方法医 那么果园是大部分的囚犯 只喝水就可以了 那么他最后就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英文就叫做 Our bodies many cries for water 那么他就当时 因为他这个研究 那么伊朗当时的那些革命的政府 都当他其实那些医生 我们不是这么无缘故囚 就是捉他到医院的监狱 我只不过在他监狱那里 是叫他做研究而已 那么他意思乎是进行了 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那么有一次他就作为一个 去海外发表他的医学的新发言 那就乘机逃离了 逃离了伊朗就回到西方国家 那么去了西方国家 他继续从事他的水的研究 那么最后就发现了 原来水对我们健康是很大的关系 还有他医治很多病 可以说水能医百病 那么他出了一本书 叫做 Our bodies many cries for water 那么其实他的一本是第一本 接着他出了几本书 那么他当时说 哇原来医病这么简单的 他就于是乎 就想 将他这个新发言 就教那些同行 就是西医界的同行 但是他发现没有什么人 对他的新发言有兴趣 就是可以说不单不理他 亦都可以排斥他 那么他逼于无奈 他才了解到原来 用一种自然的水不用药去医病 是医学界是没有人有兴趣的 因为很简单是没有钱赚的 还有医得好的东西是病人就没有了 那么他最后就说算了算了 我都免得向我自己的同行里面游说他们了 不如我就将我这套新发言 教给一般市民 一般人 所以他就写了那本书 那么他写了其实也不止一本的 Our bodies many cries for water 是第一本 接着他写了很多书 最后他就成立了一个组织 是说water cure 这一类的组织 那么他这个组织也是很活跃 那么将这个信息 是用互联网的方式 就传达给很多人知道的 那么对我所知 他这个都最近他已经过了身的了 那么如果他的组织 还会不会样 我就不太清楚 那么但是他这个学书 他这套英文书就被翻译了做中文的 那么很多年前我们健康电 也有很多他这些中文翻译的书有得卖的 那么我今次最近就又在那个微信那里 看到一篇文章 那么其实这篇文章所说的东西 就是Dr.Badmangeli的那一套资料来的 那么我觉得也值得和大家分享 因为这些书籍的东西也只知道了 很多时候买到差不多了 就卖完那些 他不会再忍的 那么所以很多那些书 尤其是Dr.Badmangeli的组织 他过了身之后 可能都后继都无人的了 那么很多这些书都慢慢地拿断了板的 那么幸好 那么这个资料在那个微信那里 已经有人将它综合了 写得很好 一篇很好的文章 那么其实我今天就将这篇文章 和大家分享了 那么就是希望 如果大家没有机会看到这篇文章 都可以由我这个电台 可以听到这个资料了 那么还有那些中文书 我相信市面上已经没什么了 买不到的了 但是不要紧要了 资料就在那里了 好了 我们知道了 当身体缺水的时候 我们就是管罕 就是干罕管理的机制 首先就是什么呢 要保证我们重要的器官 就是保护缺水 那么就是说 因为它要保护那些重要的器官 不要缺水 那么就会令到 其他没有那么重要的器官 就水就会不足的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身体会发出一些 就是那个报警的讯号 表明身体局部缺水的 那么身体缺水呢 会造成是水代借功能的缴乱 生理缴乱 最终就导致很多的疾病的产生 那么就是其实很多病 就是由于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的 那么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呢 简单到令你难以自信的 就是什么呢 是多些饮水 嗯 那么在我大概十几年前 我开始接触到这个资料 那么我也教一些病人 就是很多小 sun 那么你知道啦 高串就很坏的 半夜生间发作的 那个小 sun 鸡鸡鸡鸡鸡 然后就气管敏感 然后妈妈就敲喘了 不知怎样好 很多时候就要赶到医院 我通常教病人 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就连饮三杯滚水 要滚水 因为发现暖的水 解渴的能力是比室温水 或者冻水的 或者是闻的蒸气 如果没有的话 就拿一盆热水 拿毛巾盖着头 在闻的蒸气 或者就拿一个热水 即是湿毛巾的热水 扭干了之后 就敷在背部 接着用毛巾包住 这个可以帮你处理 急性突发性的烤喘 大家都知道 香港有位 很出名的歌星 邓丽君 当时他只有四十多岁 因为烤喘 突然发生了 就是死亡的 也有一位 好像赛车手 也很出名的人 在上海的时候 突然之间烤喘发作 就死亡的 原来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原来很多烤喘药的本身 是令到你的烤喘更加恶化 这些烤喘药 令到你的气管里面更加失败 本来可能不会死的 因为你吃到烤喘药 尤其是紧急的时候 烤喘药 令到你的气管收缩得更加厉害 因此而死亡的 即是很可惜的 因为 过去有人有敲喘 但没有人死亡敲喘的 但我们开始用那些烤喘的时候 就发现很多人 就会敲喘药 突然而死亡的 喝水就可以了 好了 那水和疾病有什么关系呢 例如心脏病中风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 有效地预防心脏血管的阻塞 大家知道 一般人说发现有心脏病 接着就吃薄血药 对不对 但你知道薄血药本身有副作用的 其实你只要用水便可以了 而能够稀释血液 骨质松疏症 因为水能够令到 成长过程中的骨落 变得更加坚固 即是 水有其他的机制 不是说用水令到骨质硬了 但在成长里面 我们需要水分 这些水的生存代謝 令到我们生长骨落 变得更加坚固 白血病和淋巴瘤 因为水能够将氧气 输入细胞 而癌细胞 是一种怕氧气的特征 所以我们用很多氧分疗法 为什么有时候是用臭氧 或者伤氧水滴住 或者用布位的疗法呢 因为它主要目的是把细胞 供应养分 高血压 水是最好的尿尿剂 大家知道 高血压是最好的尿尿剂 高血压是最好的尿尿剂 大家知道 脱氧气素是一种身体的天然荷尔蒙 来的 抑鬱症 因为水能够 令到身体用天然的方式 是增加血清素的供应 但是喝水就不是等于 不是喝茶 不是喝咖啡 一天要喝两至三公升的水 分多几次喝 不要一次过喝太多 分多几次喝 不要等到口渴之后才喝 有时候喝水加些盐 我们加些喜马拉雅盐 或者那些漂亮的可盐 这样喝的自来水都可以了 如果你家里没有一些特别的水 就不是喝汽水 或者碳酸的饮料 卡帆尼或者咖啡 不是代表是同一样东西 以时间又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欢迎回来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水是最好的药 袁医生 刚才说了这么多 那我们究竟身体里面和水的机制是怎样的 就是身体的水分的调节 和干壳的机制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身体里面的机能是有很严密的监控的 因为身体自己会调理它 当我们的身体某些器官需要的时候 它就会拿定的 但是在这么多器官里面 我都提及 其实身体配给大脑的水分是优先的 就是知道大脑是水分最多的器官 所以身体第一件事 就是将水分先供应给大脑 不要令大脑缺水 因为大脑缺水的效果是很严重的 好了 我知道身体会对肝壳或饥饿都会做些反应 以为两个都是因为饥饿 人们总要吃固体食物 只有身体是需要消化的过程的食物 而导致干壳的感觉慢慢占上风 身体才会喝点水 在这种情况之下 身体的缺水过程 可以慢慢进入一种持续发展的阶段 以至一些适应的机制 逐渐形成和巩固下来 这个过程就会破坏了干壳管制的机制 令身体无法通过有效的感觉 而导致对水的要求 简单来说 如果你喝水越多 你的口渴感就会更加敏锐 如果你经常喝水少 你的口渴感就会越来越迟钝 很认为很多人都说 其实我都不口渴 有些人说你口渴才喝 有些人认为 如果你博命喝水 其实可能对身体没有好处 或者有害 问题就是这里 你会发现 如果你自己比自己多些喝水 你本来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口渴的人 但是如果你开始习惯性地来多些喝水 不要一次喝太多 一一次喝太多 你会去小便算得很急 你不断地喝点喝点 你慢慢地会发现 你对口渴的敏感 口渴感就会回来 你身体的讯息 正确的讯息会回来 有些人说 其实我不是那么多喝千元水 不过我又喝很多茶、咖啡、酒、其他饮料 但问题是 其他这些茶、咖啡、葡萄酒、饮料 不能够代替身体的水 因为 饮料虽然本身含有水分 但也含有脱水的因素 例如特别是咖啡因和酒 这些物质不单止 不会清除溶解它们的水 也会清除体外的额外的水 你有没有觉得 你喝酒的时候 喝酒、啤酒、喝茶 特别要去小便多 其实它是一种利尿剂去水剂 它不是补充你的水分 所以身体在这种饮品之下 身体消耗的水分 总是多于饮料中含有水分 如果你有机会自己做一个测量 你刚才喝了多少汽水 或者茶、咖啡 接着你量一量 没有多久排出的尿量 你会发现你的尿量是多于饮料的水分 所以不是代表其他饮品是一种利尿剂 不是一种补充水分剂 好了 当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 它会将当前所剩的水分重新分配 在人体内 某些区域的水分供应不足 便会发出警报 当肝行管理机制发生作用的时候 人体剩下的水分 将会得到重新的调配 并在需要的时间使用 令到身体的整体 运行的机制发生改变 慢慢才开始生病 所以可以这么说 很多病 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长期缺水 令到身体要作出一个特别的调配 其实这些特别的调配 那种适应 其实就是病 其实这种这样的讯号 就是我们见到的病 是我们身体发出来的改变 这种病 其实如果你要明白 这种病是因为身体缺水 好了 当人体长的缺水 会导致依赖水分的机体功能 暂时关闭或者幽眠 因为身体需要将所余不多的水 要储存起来 以便度过困难期 虽然身体缺水的程度 越来越严重 而有些器官或者功能 承受力 越到达到极限 在这个时候 身体是最活药的器官 组织器官 将会发出特定的讯号 直接通知我们 身体已经进入严重缺水的状态 即是慢性病 会出现的了 好了 用药 只能够暂时消除身体缺水 各种危机的讯号 对人体的细胞 包括基因细胞 只是有害无益 长期缺水 会使身体机能 活药性和有效性 彻底丧失 即使药物都不能引起任何作用 这种可怕的情况 将会传达到下一代 哇 这么严重 如果一种疾病的根源是缺水 人体的感应机制 就会遭到破坏 下一代的人体里面 就难以形成对抗缺水 即是那个状况的内座机制 那这个问题 是真的可以夸待下去的 例如特别是烤喘症 过敏症 有些疾病 胃灼热 胃灰症 都可以通过 保水 进行预防 还有只有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和下一代的人身上 这些疾病才不会发生 简单来说 香港人 敲喘 大家都知道 原来 用水 是一个主要问题 胃病 胃灼热 火烧森 和胃的过敏 其实是可以用水的 蛋白质和梅 这两种物质 在低粘稠的溶液里面 效果更高 即是用周围的水充足 令到可以高速散播和运转 即是用很稠的蛋白质 动动能力也差些 如果溶剂 因为细胞内缺水 而产生高度的酬度 这样蛋白质和梅 在细胞内的运转效率 会迅速降低 即是我们身体的 酵素、酵素、蛋白质的运作 是水分充足 不要那么粘稠的状态 做得更加好 很明显 老人家的身体不足 水分不足 是很突出的 通常 他们每十年身体的水平均丧失 大概是3.5到6升 这当然是一个很巨大的喪失 大家都知道 即是小孩的身体 整个水分是很高的 到年纪越大 可能达到90% 慢慢变变 到年纪达到60% 所以 这是一个年纪问题 如果依赖口渴的感觉感 引起长期的缺水 因为主要是引起细胞内的缺水 结果产生导致神经传递 所谓工厂的体内的氨基酸大量丧失 因为随转而来的增长 细胞内的水分的含量 将逐渐少过身体外面的水的含量 身体内部的水分逐渐流失 将会导致水游透平衡完全破坏了 细胞吸水的性能 和储水的性能 将逐步丧失 这个便开始 身体慢慢干起来 如果老人家的身体的水分充足 将会一定存在的好处 它可以提高蛋白质和酶的活性 由于蛋白质和酶是所处的 自由水环境的影响 意味着身体拥有充分的水 其实是最大的限度地 我们可以预防阻衰 以及预防所有器官的过早退化 即是说 饮水是可以防止衰老的 好了 那么 问题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只要等到口渴 才做一个 需不需饮水的判断 这个只会带来严重的效果 如果等待口渴 意味着忍受痛和提前死亡 就是简单 我的身体会适应的 是吧 当你口渴不喝水 你身体的信息越来越迟钝 口渴的信息越来越迟钝 它将我们的身体进行另一种调理 出现很多慢性病 酵喘 敏感 胃略热 老人痴呆 骨质松疏 肌肉的腰背痛 其实很多这样的病 身体因为缺水的情况之下 是一种调理出现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 要等我们的水里面出现 口渴才喝 其实不行 当你身体出现慢性病 其实已经告诉你 身体是脱水的 你要记住 不要等到口渴才喝 当你有这些 跟水、脱水有关的病症出现 即使身体脱水 你就记住 就用水的方法 好了 水在身体的作用很多 当身体出现局部缺水 首先就会抑制身体某些功能 最后令它完全丧失功能 水记住是一个能源的主要来源 水是可以这样说 是流动资金 因为水是一种 其实身体的能源 是一种电磁场 电磁场 是一个电子的移动 其实水是带动电子的 所以是一种流动资金 水在身体内 所有的细胞内部 产生的电力和磁力 是提供了生存所需要的能量 水是细胞结构的 建筑的黏合剂 没有水 即是钢筋水泥 你有泥、有石灰 你也要拿水 没有水它是黏不到的 钢筋、砖头做不出来的 水也可以防止基因遭到破坏 令到基因的修复机制更加有效 水可以大幅提高骨水免疫疾病的效率 即是水可以提高防癌的效率 水是所有食物维生素抗物质的主要溶液 你记住 所有维生素都是要有溶液的 我们细胞内要有溶液的 水可以帮助食物分解成小粒的微粒 可以帮助它促进消化吸收和生存代謝 水也可以提高身体吸收食物核心物质的效率 水可以运输身体内所有物质 水在血液中 在红细胞和肺部收集氧气的过程 水可以提高效率 当水到达一个细胞时 它可以帮细胞输信氧气 令到细胞的肺气交给肺气 就处理它了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哎呀,你转天来风湿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这么好的? 那买多个分享给二婆吧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渔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 水是最好的药 那袁医生,刚才您提到肺部的肺气 原来都要用水去排出的 没错了 那你可以看到,水是排出清除身体各部分产生的有毒的肺物 将它带到肺部或是肺部 或者是肺部来处理它 那水呢,也都是 空隙里面的主要滑滑剂 亦都有助防止 关节炎和背部肺部 所以你知怨戏颜色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慢慢地水分流失 关节空隙里面慢慢地 我们的肺部会越来越矮 矮缩 其实背后就是脱水 所以我之前所说 很多关节炎 老人家的背部肺部 常常是肿痛 其实都是一种脱水 是一种警信 而是一个警号 所以水可以令椎间盘成功防震的气垫 即是像加点水 骨与骨之间的骨椎盘变得软一点 水当然是最好的倾射剂 可以防止便秘 水有助于减低心脏病和中风发生的机率 水亦可预防心脏大脑血管的闭塞 水对身体的冷却排行系统和加热系统是很重要的 水亦会大脑行使正常的功能 尤其是大脑思考的功能提供活力和电量 所以很多老人痴呆症也是脱水的原因 水是提高所有神经传递素 包括血液中的血清素 生产效率和关键的物质 水是大脑产生所有的荷尔蒙 包括退黑激素的必需物质 水亦有助于预防注意力缺乏症 很多小孩有这样的缺乏症 其实小孩很多时候 今时今的小孩是不会喝水的 当然他们会喝很多其他饮品 包括汽水之类 但他们不会喝水的 所以出现这些注意力缺乏 水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扩大注意力的范畴 和所有的饮料相比 水是最好的饮料 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水有助于减少压力 焦虑和抑鬱 水可以改善 并且恢复正常的睡眠习惯 水有助于减少疲累 令到为我们提供能量 使我们更加富有朝气 你记住 水不仅仅给我们水分 水是令到我们身体身疼在 就是里面产生能量的能量 水当然可以令到皮肤 变得更加光滑 并且可以延缓衰老 水可以令到眼睛更加有神彩 水有助于帮助防止清光眼 水能够骨髓 令到骨髓的做血机制 恢复正常 有助于防止白血病和淋巴扭 水可以大量大幅提高身体的免疫功能 以对抗感染和癌细胞的产生 水可以稀释血液 防止血液凝固 水也可以减少精神的肿痛和潮烈 水和心跳机能 都可能产生稀释物和水流 防止血管形成肺物沉积的现象 在脱水过程中 身体不会储存任何余分的水 所以我们的身体每天都要吸收 不像骆驼 可以在脂肪处理很多水 人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喝水 每天都要喝 袁医生 说了这么久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喝水 通常我们不是说 一大早起床 就要先喝一大杯水 那是否说 晚上临睡前不要喝水 究竟是怎样喝 其实水就是要分开来喝 即是不要一次过去喝 喝足一天的水分 每天早上中午晚上 都要喝一两杯水 然后慢慢喝 即是细细品尝 能够感受到 有些微微的甘甜 而且小便会清肠 大便通润 神情气爽 所以老人家 现在喝水最佳的时候 就是睡觉之前 那为什么呢 有些人 你常问得好 有些人睡觉之前不肯喝水 对呀 怕去洗手间 要常去洗手间 原来 其实睡觉之前 喝水很重要 根据专家研究老人 晚上睡觉之前 不喝水 会导致血脏浓缩 血液是黏稠度 是升高 和血小板的凝聚能力 是抗进的 因此可以导致 体内的血泉形成 对老人家 或者患心脑血管 缺血性的疾病 睡觉之前喝水 可以预防死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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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泉 那很多老人家 不习惯喝水 因为 一家晚上 即是常常要起床 那 那其实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老人家的膀胱 是萎缩了 所以它容量比较少 其实呢 不喝水 其实它也一样要起床排尿 所以就 但是喝水 是在 保持我们血液 那个黏稠 是稀释 是很重要的 好了 半夜了 因为老人家 由于肾脏收缩功能减弱 那 夜间 尿多 导致 体内反而缺水 那 所以容易令到 血液黏稠的 那个 心脑血流 阻力 加大 引发心脏血管的病 所以呢 对于患有 心脑血管的老人 因为血管的 那个 内膜病变 血液黏稠 性的偏高 容易 是 容易形成 脱血性的脑中风 所以 夜间缺水 那个危险更加严重 因此 半夜喝水 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说 因为 怕着要 要去小洗手间 就不喝 那通常 你小洗手间去了 那 接着喝点水 好了 好了 起床呢 在老人家 晚上睡觉的时候 因为排汗 排尿 出汗 呼吸 体内的相对血水 是导致血液黏稠 血流 的缓慢 这个机体的代謝物 是积存了 起床后 喝杯水 又令到血液 正常的循环 有预防高血压 脑血泉 心肌紧了 这些病发生的 那么 喝水后 跑步 跑步更加有益 所以 可以令到我们的 腸脏道 保持清洁 也有助于肝脏的解毒 还有 腎内分泌功能的改善 提高免疫能力 预防感冒 咦后炎 关节炎 以及很多皮肤病 我们也发现 年纪越大 似乎有很多慢性病 但是也知道 年纪越大的 身体的细胞 水败越少 如果能够保持 我们身体的细胞充足 很多老人家的病 从而可以预防 做不到 所以 Dr.Begmanjeri 其实他的发明 应该是拿到 诺贝尔奖 但是很可惜 让人喝水医好的病 对药厂 对医学生意额 是很大不利 所以 他的这个信息 在医学界 一直没有让人重视 雖然他所发言的资料不是他作出来的 不是他自己做的临床实现 他说根本在医学物理方面已经记载了 整个机制、身体在缺水出现的问题 完全在科学上已经清清楚解释出来 可惜这些简单的自然工具 因为赚不到钱,所以很少人会提倡 Dr.Bemangeli,虽然是新的 他以前有一个组织 我最近上网去看,好像也不太违约 他那些书,我相信英文版都卖了 很多英断版,中文版都差不多 我们公司以前曾经都有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回诊2577-3798 如果想重返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l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